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三十年代的时候曾经评论过职业 他这样说 吴途 吴逊谱还有一个图为乐 就是他的付出 两个人写得太英雄气概了 就认为这两个人写得太英雄了 吴尤其如此 因此引起一部分读者对他们同情与偏爱 这怕是作者始料所不及的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朱志钦呢 就说这是个资本家 但你写得太英雄了 结果引起了读者的同情 偏爱 另外有人把子业称为一本过人悲剧的书 说这个英雄的失败 被写得像希腊神话里面的英雄死亡一般 使人惋惜 就带有一种悲剧的气质 这吴逊谱啊 这个贴碗人物 是吧 雄差大略 高瞻严足 是一个很刚毅很顽强的 讲究效力的现代的人 是吧 这是贴碗的人物 他无论他的才干 他的人格 他的气质 他的风度都奄奄比其他人 其他资本家 是吧 包括这个赵博涛这样的买办资本家 都要比他们要高得多 但最终失败的却是这一个高人 就是这个吴逊谱 是吧 惨败 那些比他更 粗俗 比露的这些人 惨败在他们手下 为什么呢 这不是吴逊谱 他过人的过世 这是一个无法抗击的 社会和历史的必然 所以从吴逊谱的败 是败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 所谓美好的东西 毁灭了 所以作者通过对这个左人公的同情 赞赏 遗憾 惋惜 以及这个形象所激起的 那种读者的 那个类似的每些感受 那就带有一种 这个悲戟 审美的一个特点 讲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回应 前面提到的 那个否定 纸业的那种观点了 是吧 认为他是搞紧文件 是一个文献 是一个主题先行 事实上 纸业通过吴逊谱的 雄财大略 最后破产的描写 他揭示了三十年代 世界性的经济恐慌 对中国造成了 巨大的影响 是吧 以及 接近矛盾佳绩 战争频发 民族工业 凋敝 等真实的情况 就三十年代 当时的真实情况 都反映出来了 如果说这是一个 社会文件 它也是一种 艺术的 形象在线的文件 也有它的价值 而且 它的确能够引发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考 甚至我们今天都来 也还能够引起 对中国现代化 复杂性 一些问题的思考 这个职业 我们不要贬低它的价值 那么职业在艺术上 有没有缺点 如果有 应该怎么评价 我觉得职业的优点 或者特色 是有强烈的表现 时代的欲望 基本上达到了目的了 就是说 这是一个时代感 非常强烈的一个小说 但它的优点的另外一面 就是缺点 就是说 矛盾 它使命感很强 它写这部小说 主要是为了参议 刚才说了 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是为了说明 中国很不自资本主义社会的 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 是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 所以作者是想通过小说来 证明这个论断 表现一些 可以代表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 那些本质的东西 而当这种本质的表现的欲望 太过强烈了 而生活的细节 描写的指向 写一个细节 都有个指向 都有个目标 又太过明显了 就难免有些概念法的毛病 就难免那是读者感到 有些人物是作者 为了说明某些阶级分析的论断 而推理设想出来的 就难免会这样 比如说第二章写到 一群所谓上流社会人物的聚会 在讨论脑资冲突的时候 他就有意设计了一个律师 和一个经济学家的对话 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就想代表从法律的角度 经济的角度 来提出不同的观点 并且证明 无论是法律或是经济 都跟政治关系太大了 所以这种描写的 它的设计的意图就太明显 在职业里面确实有这些毛病 就会干扰读者阅读的体验 就是说职业是有概念化的毛病 但是总的来说 职业是成功的 它不是简单的图解意识形态 这部小说是最早意识到 并且鲜明地表现了 一个长期以来 不被人承认的事实 那就是 资本家是近代的新人 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 而民族工业的发展 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有之路 尽管阻力重重 到现在 这恐怕 都还是我们值得 这个思考的问题 那么这些认识 在小说里面是通过真实的社会矛盾 结识 和生动的 生活描写表现出来的 总的来说是这样 比如说对上海当年工业界 各种矛盾的描写 对金融界内幕的揭露 都有独到之处 里面写的股票 多头 空头 以前我们读这个小说的时候 都不太清楚 这次搞金融海啸 我们重新来看这小说 就知道了 当时在上海的金融界 也有这些问题 所以现代文学史上 还很少有人像矛盾 这样来写大上海 那种复杂的政治 经济 社会 方方面面 能找到第二个作家吗 所以子叶他艺术上最大的成功 是写到了吴迅普这个角色 他作为一个资本家 他的两面性写得很深入 资本家当然唯利是土了 是吧 但同时他也有另外一面 所以他的人格矛盾 以及掩藏在日常生活表现之下的 某些属于人性深层的东西 都有所结识 这前面说的悲剂性 说明这个人物 他的塑造是成功的 所以他主要人物 是立得住的 小说基本上也就立得住了 所以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子叶的艺术上的独创性和创新 以往对于子叶的分析 比较看重 他这个子叶艺术结构的可读性 艺术结构的可读性 我们先讲这个问题 以前对他结构的研究已经很多了 普遍的看法是肯定的 这个小说人物众多 场面扩大 结构很宏伟 有四五条线说是互相交织的 繁繁紧扩 刚才说的珠网是结构 表现生活的复杂性 就相当到位了 前书一共十九章 每一章的安排都颇有匠心 但也有些批评说 子叶结构笨重 几条线说不能够活谐的结合 进展缓慢 可读性比较差 这些批评都有一定的道理 原来他的构思非常大 要写农村城市的交响去 这个矛盾史诗心的表现 像大场面来描写 所以光是都市 他就要写三部 原来这个矛盾 写这个沙场 政见 标金 后来就写了沙场 现在就是职业这个部分 农村这条线 就写得更单薄了 只有第四章是写到农村的 有点脱节 所以第二章 这个小说 所以这个他没有实现 这年来他的恒大的计划 只写了一部分 这个子叶的第二章 这个老太爷老大爷死了以后 吊伤 来了很多人 这章写得非常好 你们分析一下 这个一开场 第二章 三四十个人都出现了 矛盾展开了 当然后来有些线索没有充分的表现 另外他写工人运动也是比较单薄的 所以这个子叶的可读性 有时候有些部分是比较差 但是从文学史的眼光来看 子叶还是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人物塑造 写新人 就是他的结构 也是没有过的 大结构 大手笔 以前没有过 没有过一个作家 能够有这样的大手笔 大结构 它是一个史诗性的一种表现 写整个城市生活 多种侧面 是吧 等一下我要补充讲讲这个问题 多种侧面 还有呢 一个就是 珠网式的那种密集的结构 把好几个线索的头啊 同时提出来 然后交错的发展下去 这个小说是以 这个吴老太爷 因为这个农村里边呢 这个所谓闹土匪 事实上是共产党革命 林显 这个共产党的红军 聊言之事 就是逃到上海来了 这个农村的一个吴老太爷 是吴迅普的父亲 其实是个地主 来到上海了 这个吴老太爷来起一笔 来写 这巧妙地把小说的背景呢 时代背景就交代了 而且以吴老太爷 他的处死 来象征 封建地主 阶级 他那个时代结束了 一开始就写 这个旧的时代结束了 新的资本主义的 资产阶级的时代开始 所以这个第一章啊 起到了一个细末的作用 接着第二章第三章 写那个老太爷的丧事 主要的人物都出场了 小说各种矛盾都展开了 是吧 第五章呢 到第八章呢 是写什么 写吴迅普 三条战线同时作战 是吧 最后以胜利 告终 出现了情节上的第一个松子 他是一个高潮大道 是吧 第九章到十二章 是写吴迅普和赵波涛 赵波涛就是那个买办资本家 斗法 那两个人的斗啊 第十三章呢 到十六章写工人运动 这时候吴迅普就处在 两面作战的困境之中 就很紧张 这时候把小说呢 就推向高潮了 第十七章到十九章 就写吴迅普啊 最后矛盾解决不了 背水一战 主要是写吴迅普的内心活动 内在的紧张 最后的失败 是吧 所以整个小说你看 他是有张有直 有节奏 各种矛盾的互相纠缠 发展 有利于多侧面的来展现 一个人物的多重的性格 是吧 也便以揭示生活中 各种矛盾 内在的联系 和互相的影响 所以小说的结构形式 以所谓反应的那种纷繁的内容 启得了某种一致性 我们注意啊 不同的问题 对于这个 这个 我们阅读的时候啊 这个是要 要有这样一个 往往越多数有个心理契约 是吧 就是说你读什么小说 他可能一读的时候 他要先设立一个契约 所谓的契约 所谓的契约的就是一个心理的定势 所以我们读纸业 当然你不能够跟读金庸的这个武侠小说那样的一个契约 你读武侠小说 你得想啊 我就是好玩的 就是遗落的 你就可以放松 但读纸业呢 他要思考 他要认识 他要了解 跟读历史似的 甚至跟读鲁性都不一样 鲁性它是一种非常深刻的 一种灵魂的一种刻画 它主要不是社会刻画 所以这个对纸业来说啊 可读性不是最重要的标准 这个你们看这个 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有些作品呢 现在也不信任 可读性也不高 但他文学史上地位是相当高的 所以这个角度来说 纸业它在表现这个社会变动 这个大的题材这种体现啊 表现新人 表现对现代人格 现代生活的想象 这方面呢 它确实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啊 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问题啊 矛盾的创作模式 前面我们一开始提到那文章 否定职业 因为它的毛病是主题先行 这种指责呢 虽然有一定的根据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认为 主题先行就是创作的大忌 好像主题先行这个肯定就写不好了 凡是主题先行我们就否定 我们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 具体来分析 矛盾刺激呢 是承认主题先行的 他在回顾职业的创作的时候啊 有这么一段话啊 后来他回顾 他说在我病好了的时候 这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 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进行的激烈的时候 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 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 一 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 经济侵略的压迫下 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 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 为要自保 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 加紧对工人的工人阶级的剥削 二 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 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三 当时南北大战 农村经济破产 以及农民暴动 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就是当时的矛盾创作职业 它是目标非常明确 它有使命感 是吧 它的目标呢 就是要 这个目标啊 确实在制约着它 同时也指导它的创作过程 但这个是不是一定是坏事呢 不一定啊 值得注意的是 矛盾虽然是主题先行 但进入写作以后 它的生活体验 它的想象力 往往又牵引着它 又按照生活逻辑来表现 它是主题先行 有这个目的 但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 可能有另外一种情况 以矛盾说 他写吴迅普 这个人物的言行 就是他的一个眼防亲戚 他的一个表书 这个表书年来 也是做银行生意的一个老板 矛盾自小 非常熟悉他 对他也有好感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吴迅普 这个人物里边 是融入了矛盾 对他这个表书的印象的 就是说他不完全是按照 对民族资本家 那种初向的认识 去图解这个人物 实际上是有他自己的 对这对人物的那种感受 所以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 业度印象来想想 吴迅普这个人物描写 比较动人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些 不是那些大场面 不是那些金融界的争斗 而是这个所谓强者 以新人的失败 是吧 是他那个个人的空间 包括他的软弱的心理 矛盾写到这个地方 是活了 就发挥了他的心理刻画的专长 这也说明矛盾 所以能够把吴迅普写活了 不是主题先行 主题先行也没有能够阻挡 他的创作 他还是从生活的感受出发 写自己熟悉感动的生活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断定 子业就是主题先行 也不要轻易断定认为 主题先行 必然导致创造的失败 所以矛盾的使命感 理性的介入 这是他的特色 他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所以著名的学者 严家严先生就将矛盾 归入到社会剖析派 社会剖析派 很有道理 职业就是一种大器 理性 大熟笔 有历史的整体感 这是矛盾的特色 也是他的成功 当然子业里面 其他人物写的怎么样 也写得不错 特别是小资 现在我们讲 小资产结局了 现在我们变成是一个 带有一种搞笑的名词 子业里面写了很多小资 写了很多女人 写得也不错 写得也不错 他的影响很大 职业的影响相当大 五十年代以后 也有些模仿 研习 像上海的早晨 有点借鉴职业的味道 也是写大上海的 创业史 这些作品都是大的结构 也都有主题先行 也都很重视本质的表现 典型的刻画 像这个超业史里面 那个人物的配置 都是非常讲究 怎么跟结局分析 社会分析 对上号的 甚至那个文革中的样板戏 像海港 龙江宋等等 还有金光大道 都可能不同程度的受到职业这种方法的影响 但是他们没有矛盾那样的财心 也没有矛盾那样的生活体验 想象力 所以他们那个创作 从总体上来说 都不一定能够达到 职业那样的高度 最后我讲一下第四个 就是矛盾小说的语言艺术 简单讲一下 矛盾的小说语言 当然他也写散文 散文写的也相当好 还有散文的语言 就是说他的文学语言 是五四以后 偏重以欧化的 白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就是说五四以后 整个书面语言偏重以欧化 是受外来语的影响 它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 三四四年代以后 矛盾的语言创作 文学语言创作 更是多采多知 更是成熟 也可以说 他是文人 现代文人 书面语的典范 他这个不完全是白话写 口语写作 他是一种书面语的典范 所以矛盾描写这个环境 富士 提台 他的语言 有时候也带有一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一些成分 信任了一些传统东西 所以他带有一种民族的特色 比较典类 细密 充荣 充庸 委婉 所以这个矛盾的小说的语言 应该说 这个还是达到他的高峰 代表了现代小说艺术的一个高峰 总的来看 矛盾是现代小说 特别是长篇小说的艺术 这个高地高峰之一 以他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剖析派小说 在近一百年来影响极大 矛盾的小说为我们认识中国的社会 中国的历史变迁 提供了丰富的途径 这个关于矛盾 关于他的实 他的职业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